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了些什么 跟什么人说了些什么 然后他的行动 这些言语是引导别人来相信耶稣 这些行动更是证明耶稣是天主子 唤起人的信仰 可是到最后耶稣在苦难跟死亡当中 奉献了他的生命 是因为犹太人的民族 法利塞人完全的不相信 甚至是嫉妒 今天这一段又是一段有一个奇迹 是耶稣的所谓的第二个奇迹 原来是耶稣参加一个婚宴 把那个水变成酒 这边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大臣吧 所以耶稣的言语前面有对 尼克德默是一个犹太人 跟他讲解重生 后来对一个撒玛利亚妇女 是一半犹太人 一半是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一半的异教徒 今天是纯粹的 我们讲传统的话叫做异教徒 就是这一位一个罗马人的首长 别的地方摆腹长 这边叫大臣 他有一个佣人生病了 佣人生病了 来求耶稣了 他说 主啊 我的孩子还没有死以前 你下去救救他吧 我这样想 人都有碰到这个困难 孩子快到死亡痛苦的这个阶段 他真的没有无助 这是他的佣人 所以你看这个主人 是多么好的一个主人 把他佣人生病 当做他自己的事情 求耶稣 后来耶稣跟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会活下去 第一次讲活下去 后来他正在下去的时候 遇到那个仆人 回来给他报信 说他的仆人已经活起来了 第二次讲活了 然后他跟他说 什么时间病是好转的 昨天下午一点多钟 刚好是他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耶稣说那话的时候 他正是耶稣说那句话说 你的儿子会活下去 那个时候 好的 所以这篇圣经里面 三次用活了 活下去了 你的孩子生活了 活下去了 我也是一个宗教交谈的经验 我认识一位佛教的一个法师 一个很有名的大法师 他有一次 我在跟他交谈完了之后 回到要回到我住的佛人大学 然后在路上的时候 在他的那个寺庙 他送我下山的时候 有一对年轻的妈妈 就是两姐妹妈妈 结果那个有一个是师父 皈依师父的 然后那个妈妈就跪在地上磕头 那头敲在地上磕头 痛哭 痛哭流地磕头 说师父救救我 自己有救救我 那师父就 旁边还有一些 他的女众的师父 就牵了那个女性站起来 他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的小孩子七八岁吧 昨天晚上在别的邻居家里面玩 玩了之后受伤 不知道受了什么伤 半夜十一点多 回来口吐白沫 整夜的痛苦的一塌糊涂 所以现在正在一个医院里面 加护病房里面 正在开刀了 所以他叫师父舅舅 那个师父就拿着 那个小朋友的照片看一下 然后他说他没事了 他说他没事了 如果这边他好了 他没事了 哇那时候我吓了一大跳 我一个身为天主教神父的 怎么可能看着一个师父 就跟这个正在开 孩子正在开刀 最忧心的母亲说这个话呢 后来就师父下山的时候 牵着我的手跟我说 你看呢 一个是疾病的痛苦 一个是人的那个情感 妈妈对孩子的焦虑 这边我们身心上看到 是师父对他 一个大成对他的用人的焦虑 那个是那么难过 所以他说我们只是安慰他了 那个师父讲得很平常 我们安慰他 化解这个焦虑 化解这个 把这个焦虑放下来 把这个情感放下来 他也不强调他可能有治病的能力 当然我们耶稣基督是天主 有治病的能力 而且可以让一个人活起来 这边三次强调 活下来了 后来我听说那个小孩子 开刀顺利成功了 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年轻的母亲 皈依这个佛教师父 因为师父我们都觉得 人在生病的时候 人在寂寞的时候 人在痛苦死亡的时候 多么渴望有救主救他 那今天的福音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 这位我们生命的救主 从前面的犹太人 到后面的一半的犹太人 一半的异教徒 撒玛利亚的妇人 耶稣解释生命 说生命 今天确实是 实际上用一个生命的 使一个人活下去的那样 强调耶稣是生命的主宰 所以我们好好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祈祷 了解 认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带给我们 生命的救恩 生命的主宰 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生命的疑难杂症 跟疑问 都可以向他请教 好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由光启社媒体福传 以爱还爱影音工程计划赞助 2020年耶稣会事南怀仁传 需要您捐款赞助 详情请查 022771 2136 光启社